现在我宣布 大笔的获胜者是杨晨 杨清云将是杨府的下一任家主 三天后举行家主交替一事 杨晨哥太厉害了 这二叔要做家主了 真是太好了 坏了 不行 我也赶紧返回风了学院 杨府不能再流浪 杨晨哥太厉害了 家主 来 诚儿 这是你的奖励 那特别吧 我也真是羡慕 恢复得差不多了 睡觉睡觉 明天就是父亲接任家主的日子了 还真有些睡不着呢 大晚上偷偷摸摸的 目的绝不单纯 理解 宣布 走 夫人 何方非人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云哥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承儿 你爹他怎么样了 爹全身的精脉 几乎都被震断了 五脏六腑剧烈 最关键的是 爹他中了剧毒 生命已经危在旦夕 娘 你先放开爹 让我先护住爹的心脉 如此严重的伤势 还有可能治好吗 承儿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是怎么了 大哥 那黑衣人速度太快 我没能追上 青云这是怎么了 怎么样了 承儿 怎么样了 承儿 这种毒 究竟是什么程度 以及 逮小袄 我们看着 有 有 有 历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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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那种剧毒的配方 竟然如此小心 这 这 竟然是解药的配方 娘 你放心吧 别不会有事的 你先好好照顾爹 我去找爷爷配置解药 我 承儿 其他药材都好说 但这五戒魂兽的惊喜 实在是太难得了 整个蛮谷城恐怕都找不到 另外 百年的寒灵泉 这蛮谷城绝对没有 五戒魂兽的惊喜 我这里有 爷爷 蛮谷城 真的没有百年的寒灵泉吗 你有五戒魂兽的惊喜 是我意外所得 绝对不会有问题 只要再寻到百年的寒灵泉 我就可以动手炼制解药了 怎么样 想出救青云的办法了吗 办法是有了 只可惜还缺百年寒灵泉 百年寒灵泉 我倒是知道有一处 哪里 荒山 什么 荒山 荒山是什么地方 荒山在满谷城东南一百里处 传门下朝军队 属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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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的无数师父 那年中年阴气弥漫 凶陷战 自从有位斧天经的强者 死在那里后 就再也没有人敢靠近 荒山那地方不能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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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厉害 太厉害了 不可能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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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赢了 但我也损失了一个盗魂 实力也有所倒退 真是杀的一剑 此损八百 好 该死的小畜生 百沙郎是我好不容易才收服的战兽 这个阳城竟然 不容易才收服的 不容易才收服的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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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兽给杀了 要不然 你把战兽的尸体和精血都拿去 到底不用介意 你才刚拿到凝血精 这战兽的尸体和精血就留给你吧 是吧 大笔结束了 学院还有很重要的势力 我也该赶回去了 家主 爷爷 各位长老 扬元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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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